回放了发现这个车子在闯红的过程中车牌有问题 公共视频显示 凌晨一点左右 路口红灯 大货车直接冲过路口 从对象角度看 大货车在开到路口之前 车牌突然翻了下去 他这个车子在过这个探头的时候 车牌会自动放下 第二天下午 指挥中心发现这辆大货车出现在唐梅线上 停靠在路边 你这里面是不是有开关的 货车驾驶员说 他刚开上这辆车 不知道车上装了翻排器 民警在驾驶室里发现 仪表台左侧加装了一个按钮 几次问话 驾驶员都一声不吭 眼看瞒不住了 驾驶员上车发动了车辆 果真一按那个按钮 车牌就翻了下去 因为他这个夜间 有一个超载违法的行为 为了闯红灯 不被我们的监控系统发现 驾驶员交代 他是朱继一家运输公司的司机 主要拉土方 因为超载 他经常凌晨出车 为节约时间 有时还会闯红灯 所以装了翻排器 至于翻排器从哪里弄来的 驾驶员一直不肯交代 经调查 他存在多项违法行为 其中有这个装边灯 爆闪灯 还有擅自改变车辆外形 还有翻排器的这个情况 多项违法的这个行为 累计加起来有9分 之前驾驶员已经被计6分 再加上这次处罚 将一次性计满12分 接下来他需要参加满分培训 考试合格后 才能重新领回驾驶证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10 circumstance 10거야 % også 10 % rapp